路头若时得,生死当下修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我们对于社会上这一切禁风,阴生色相,男女饮食,你没有燃,没有爱,没有称,这就是出世法。 话头看得纯熟,对外干的阴生不动心不动念,内不起贪称痴,这就是一个大修行人,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 你不要着急,你不贪不燃,这就是出世法,不是到哪儿去找一个出世法。 这世间的贪称痴,这些燃,这些爱,甩不掉丢不开,这就是世间法。 六祖说,心平和劳持戒,行职和用参禅。 说得很明白,你就这样就行了,可祖师话是这么说, 心平,我们的心平不平啊,我们平不了,那就不能把功夫甩掉。 修行要识路头,路头若识得,生死当下修。 什么是路头? 分别是识,不分别是智。 分别心,执着心,妄想心,人我是非,贪称痴,这就是识,有这个识。 你这个志不得献钱,你所做的都属于生灭法,也就是生死。 你不要以为你用功多少年了就了不起,你多少年是多少年,没用。 我们若以分别心,执着心来用功,百千万劫也了不了生死。 说一志不一时,时就是分别心,你若执着你那个法,执着你那个功夫,执着你那个门道, 你别说今生了不了生死,你生生世世也了不了生死。